早上好 你能正儿八经的别玩兜地主了吗 在清早就玩兜地主 现在快到九点了 被热醒了 被热醒 打开车门这样挂风扇反而会 凉快一点 等一下看一下前面有什么 杨玉 要不要出去溜一下 他挺厉害的 不是他是听客家话的 要不要去溜 去溜吗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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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大雨过后 没多久 天气已经好很多了 比前两天 看一下他要不要出来玩 要不要出来玩 阿妹 这点快点 要不要出来玩 在旁边住 在旁边住 我们现在是 在路上 然后呢 中午我们买了挺多菜的 但是又是没地方煮饭 现在的话 就找了一个地方可以停车 他负责煮饭的 下午负责煮菜 其实也没啥了 就是买了一点鸭头 买了一个苦瓜 还买了个猪耳朵 哎猪耳朵 猪耳朵 猪耳朵呢 买了个猪耳朵 这些其他比较麻烦的菜 我们就打算晚上再煮 现在煮的话就是直接吃熟菜吧 吃熟菜很方便 只是煮个饭 我们就可以吃了 在这边其实旁边就有一个小草 但是我们买了菜的话 就不想再自己弄了 我们车这样停 也算比较直吧 因为后面的话更比我们的更歪一点 哈哈 这样比较方便我们使用 打开的话也不会说晒到 咪桶呢 咪桶吗 咪桶吗 咪桶在这里下面 也吃多一点 不想吃给他吃了 又生他吃了 他们两个老是吵架的 你才是 不过一般洋芋吵不过他 不是人 嘿嘿嘿 有没有觉得我们的 其实很需要一个收纳箱 放不下呀 放得下 我买 我不是叫你买了一个吗 有收纳箱也不好放啊 因为后排空间已经很小了 本来我们还打算把 这个座椅的话 往下 往下靠 往后拉 对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后面的这排空间的话 其实也不太够 哎呀 其实空间感觉永远都不够用吧 我觉得我们中午煮饭 还是不是很现实 不是很方便 还真的是晚上煮饭比较好 今天上午 找这个煮饭的地方 已经找了好久了 买菜又找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今天上午的话 从9点开始跑 跑到现在中午11点多 接近12点 接近12点了 才跑了100公里 我们现在还挺想去虎山那边 然后买婚纱之类的 浪费好多时间 浇吧 它本来对那些植物有好处 等一下我们就打算煮好这个 然后菜的话就直接吃熟菜就好了 在车里面可以开着空调吃也比较方便 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 有衣服要晒没 直接挂在这里可以晒 我们这里的话还贴了这些小贴子 它是可以晒衣服用的 所以我们还是不太习惯就是在外面煮饭 晚上早的话环节还好一点 因为时间比较多 比较充裕 中午对啊 中午早的话第一个天气非常炎热 第二个早的地方一般都不怎么样 因为我们在路上的话没有 有想要定定脚的话就找不到很好的环境 现在就是人也挺多的在这边附近 但是还好啦 因为这里是一个公园 你干啥 很饿了吗 也快了 饭快好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我们都很喜欢吃鸭头 主要是这边卖的很便宜啊感觉 对对 十块人三个 我们在福建那边的话三块五半个 对吧 而且这个还带鸭脖子的 味道也很不错 颜月不给你吃 超比较连的 这里不好 要不我们啥时候买一个饭勺吧 我们有啊 有饭勺吗 那为啥我们要这样 不习惯用吗 还是这样比较好用是吧 可以了可以了 吃饭吧好饿啊 把门关一下 把门关一下 太傻了没办法 现在只能开工条维持生活了 再开个风扇 下到这边吧 哈哈 他想上了 他知道有空调 那那里解开没有 没有 那等一下我先吃饭吧 今天我们吃鸭头还有猪耳朵 他是想着我们在吃饭 他想他也想吃东西 我们一般都是吃完在喂他的 刚刚对面农家小草的店家 看着我们在这里吃饭 是一脸懵逼 他看着我拿一个盘子下去打饭 他都懵逼了我感觉 是吗